生命也是我懦弄你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跟大家说一声早安 嗯 嗯 嗯 在这边 说 说 在这边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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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的面团, 您的角度有点多, 您的角度会继续。 愛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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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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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早上的這一堂課呢 主要的內容是慈 跟 悲 你所說的就是慈 悲 與愛的主題 課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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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成为的gy Alo,RE famil�, acceptance energy,胃第一次在学生的一个分次 是大家联系的第一次上学会 mix 日本是你留成的 也不只是在大学,也不只是不只学校的一班。 如果我们会在学校里面看到,因为我们不只是学校的学生。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个学生, 但是我想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去的石南华头, 有些等心的,你们都在做的。 他们在做,我们看到,我们想要做一点, 以为我们在做一个,我们做一个。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会在做一个。 我们在做一个。 我们在做一个。 在做一个。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 我们有的。 自然靴上但是…… 像是不味方便 そ一直在着 着着着…… 正覆高 没 下江頭 x尊者 神辣 这些人还没有在那里 因为他们在那里 他们终于一个比较重要的 他们终于自己的遇见 他们终于一个比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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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用了,没有的话。 用一个 теперь的试试, 没有在那里。 但是要从来来, haют了, share, 寻馅, leso, 那么, 令人讲解了, 这点是, 的迷你心里, 但是, 没有在那里, 我们不跟他跟你说, 有试验, 那就没没有讲过。 但是, 那么, 这样, 所以, 每方面都没有解决心 但我们 ей会保诊 和留以上 我感谢您的感谢 你说演讲 大家也知道在大学里面 你要给一个演讲 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当时我也是蛮 也有点担心 但是呢 无论如何 我还是没有做什么准备 还记得当时第一所是去了 史丹佛大学 那我还记得 最开始说了一些 好像是早安还是类似 总之一些问候语之后 说完之后 问候完之后 我脑中也还没有想法要讲些什么 但是呢 就是讲一句算一句 讲一句算一句 也就成为一次的这个讲课了 所以从某方面来讲 我自己是 对于准备这件事情 我算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一个人 那另一方面 有时候我想一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 特别去做准备的 总之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但这不代表我很厉害 你不用准备都可以讲 不是代表我很厉害 甚至我有时候也觉得 这是我应该去 这个一个缺点 我应该去改变一下的 就是要多做一些准备 但无论如何就变成个习惯了 所以呢 在我的一些课程 或者说讲课分享的时候 你会发现可能比较没有次第性 总之就是一个习惯 就是这样了 大家听你 爱一下你的 爱一下你的 但忙不紧啊 就能晕 因为她说 我说 在这里 夜里 我们知道 战斗尼以此在变道まる。 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用不来的, 在我身为其他人随便进行, 把习越了, 因为在艳朵上移向我, 我们在自己和自己的计划想。 它能取得更多大的地球 依 Having some more than a million 的人身's less than a million 人身's less than a million 不少 人身's less than a million 那么这一次早上谈到的主题是 慈悲跟爱 关爱 那其实在现在许多的科学家也都发现了 也就是这所谓的关爱 或者说这种同理心 怜悯他人 同理心 一种关怀他人 同时能够了解对方 了解其他人的这种心 一种同理心 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内心中本具的 而且可以说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他就有了 这所谓的经历也讨许多一个人 今从现在建许会的中心 有个国人的基谣 一个人的基谣 在文化中 如果你不懂,你不懂得随便, 你不懂随便可, 你不懂得随便可, 你照顾莉 IT 睡在随便可, 你不懂了 你不懂 这就是生活上人的家人 是用温户来的 呀 是闭闭啊 是想去 就把他逃出很好 一会月会来 虽然说我们都本有这样的一种 同理一种关爱他人的心 但是他似乎是有一个开关在那边的 就有的时候他会显露出来打开了 但有的时候他好像被关起来 是一样的 所以这也跟我们的 整个生长环境 我们成长的背景 是有关系的 有的时候受到一些 周围的影响 好像我们的关爱之心 这种同理心 它就变得不是很明显 它好像被你隐藏在 内心深处一样 没有显露出来 这些人 сов一样 这些人都没有 但这些人都没有 他们有机会 指申尼 带队 成长环境 主犯 主犯 这些人都念着 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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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制作评程 , 中文字幕制作 win this whole ... 在深谷那样我めて 并没有那个 wheru, 他值得鉄道他。 他们所迉的答案的人, 留待人四分之二。 在 Milwaukee's edge所连技能和乱南方法 , 在山儿身上已经戴了。 他明白为了, 举个例子来说 这就好像是我们人类一种 跟其他动物不同的能力 是我们有一种语言的能力 我们可以透过一种语言 然后跟别人沟通 这是动物所没有的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人 就好像我们电影 泰山 像是泰山的这样一个例子 那他是从小在一个 没有人可以有语言沟通的环境之下 他虽然有身为人的这种语言的能力 但是他因为没有后天环境的人 跟他讲话或者学习 所以他的这种语言的能力 没有办法展现出来 这种语言的能力 还有他能不能够 在一个部队中中的语言 他能不能够 在一个部队中的语言 他能不能够 多数学习内容高文化 i.kobtih and siyia.kobtihfarans what.kobtih .kobtih siyia.kobt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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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科学家也会提到说 因此应该要从小就让这个孩子 至少从在家庭里面就开始做起 就是什么呢 甚至就是至少多讲 这个比如说关爱 慈心 关怀 同理等等 这些用词 这个love这些词 多用的话 就会对这个孩子从小有一个影响 让他有一个记忆 一种习气 习惯用这个语言 光是这样子多出现 多使用这样的语言 都会对这个小孩子之后 他关爱他人的心的身体会有帮助 当然 我们的语言 love and compassion love and do you understand 我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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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得罐 伙他们一个人的语言 安语言 今晚他也会访命东西。 非诬信东西 Case, 例如他说,这些是自己的分析。 bisa再说的, 但 meu度也有 vur两百 000%, 突然付少了我,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的用词 它叫love and compassion 那首先这个love的部分 如果我们中文翻译是说关爱 像他说关爱的话 这种爱一种关爱之情 在世间上我们也常会用这个词的 那它会用在许多的关系上面 比如说亲子之间的这种爱 或者夫妻之间的 或者朋友之间的友情 还有像师徒之间的这样的各种的关爱之情 你会看到我们其实生活中 世间上你常会用到这样的词 那至于说这个compassion 我们如果翻译成悲心的话 这个悲心是在佛教里面 比较特别用到的这样的一个词 那它跟关爱是稍微有些不同的 这是我们现在的词 有个古养的词书的词书 但这是使用的。 所以一旦是使用的项目。 順便利用于鱼, 支援力虚和 curved面。 来说, 不如许他在宇宙的设备啊 要求福祉庆多年 不如得福祉庆 管它们 可以求福祉庆 管它们 然而这样的一种关爱 很多时候它也会带随之而来的 就是许多痛苦 所以我们会知道像是这种爱 这种关爱之后 也会产生许多的痛苦 所以这种带有苦痛的 这样的一种关爱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爱 我们试着 我们就需要去知道 怎么去转化它 换句话说 我们要学习 要知道说怎么样 这样还带着苦痛的 这样的一种爱 转化成为是善的 转化成为是有力量的 或者说它的本质是更好 更亲近更好的 特质更好的一种关爱 当时是 几天去 我们就走得到 我们就 打人心去 全能学校地 去吧 做地 这几天 这几天的 可能是老了 到底 战友 遇到什么呢 到底 应该给 咱俩 留什么问题 嗯 就要那 靠近了 靠近了 是 是 Sex is a possessive 持续心 我们会成功 我们会一个人的思考 用心 我们会成功 然后出生了 我们会成功 我们会成功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都会用到这样一个词 一种关爱 这种爱 但我觉得世间的爱 跟我们叫出世间 或佛法上的这样的爱 它是不同的 它的差别在于哪里呢 世间的这种爱 它伴随着是有一种 占有欲的 那它伴随着是一种 你有一种贪爱 你有一种执着 你有一种不肯放手的感觉 在里面 你要占有这一切 但是佛法的 或者说出世间的这种关爱 它是一种释放 它是一种给予 它不夹带着各种 想要占有什么 想要抓着什么 不放的感觉是没有的 现在因为我们为了解 没有解击的 就是 解击这种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爱 或者我们刚刚说叫慈心 这种关爱的心 它真的是一门很深很深的一个学问 甚至是你要花蛮长的时间 值得去学习的 甚至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你要去实践 是你可以做的一个修持 而且它有次第你可以去开展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想要开展自己这种 没有占有余 没有执着的慈心 关爱之心的人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的 可以慢慢的去修持它 然后让这样的关爱之心 越来越开显出来增长 现在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 但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 而且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 即使以可以的 使用来说 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 有了不知 ,不知不知不知 又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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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同样的邏落 现在当时就能不知 也不知不知 也不知不知不知ui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执着很深重的人的话 也就是其实你还是执着于世间的这种贪执或者情职而不想改变 你也不想学习的话呢 那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真正懂得什么是爱 也没有办法真正懂得什么叫这里所谓的慈心 或者什么是爱 关爱之情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爱 这种关爱之情 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只有你的事情 它是可以说是跟其他人 跟其他生命的一种互动的一种关系 总而言之 如果你是想要学习的话 那透过学习 透过修持 你是可以改变你的那种贪执 而让真正的慈爱之心开展出来 就是那个水平 watts 当你也会很高兴的 更好想念的 你对这种溧进去的 这个天花的神传华 就是你的人作异楼 还是那个人作异楼 但是这个天花的神传华 那这个人物 怎么会是洗二天花的神传华 就是洗二天花的神传华 不类的 就是洗二天花的神传华 这种程式是洗二天花的神传华 我们在密乘里面 我们会说有一个观想 就是对于这样一个 我们说世俗菩提心 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就是这里指的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会观想它成为一个满月 但是 在达文化上是密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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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人erte赶在门上是密习 在达文化上是密习 这些这些这些 还有多少 我们要说 对于一篇 在达文化上是密习 我们应该是逻辑力 在美人起来,要上世界上开玩的那个地方, 去世上的父母就在家里奸职场, 在家里奸职,做审计, 但是因为奸职, 全是奸职场的。 希望能够接近摇接下来, 所以在英文中的成果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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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所以光是这样的一个满月的景象 你可以想象 这样的一种满月的景象 它其实本身就对于我们 有一种启发的作用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平时 就像刚刚菩提心也好 或者这里我们说一种关爱之心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所偏思的 或者说有所分别的 换句话说也都是像是 初一初二的那个月亮 它都还是很不圆满的 所以换句话说 你本来应该有的那种 全然的一种关爱之心 它并没有真正很好的展现出来 所以但是在这里 我们会观想的时候 这个菩提心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偏思的 它也没有缺任何一部分 它是满月 它是一个圆满像15日的满月一样 光是这幅景象 就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本剧的这样一个 慈爱之心 它是有着完全的力量的 而且它的光芒 是可以完全的展现出来的 attack 你会把这些就是 你能不能去 什么 这个 寻思的 这个 血母 然后 然后 这个寻思的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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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我们是不是在清水平 所以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代表说 其实我们平时的 比如说亲子之间 你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爱之情也好 或者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爱之情 它其实都还是某一部分的 它还是比较小爱 它也并不是一种圆满的 那我们说 当你真的如果能够对于一个陌生人 或者说对于甚至是 你不喜欢的这个敌人讨厌的人 你都能够给予你的这种关爱之心之情的话 这个就称为叫大爱 谢谢 但是在佛教里面会谈到的这种 可以说关爱之心 这种利他的慈悲之心 他的原因跟一般世间的 这种要关爱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世间的一般 为什么我们要关爱他人的原因 他比较简单 或者说他比较这个叫做基础 没有 对不起我讲反了 就是说这个比较 他两者是不同的 世间跟佛教的关爱是不同的 然后佛教里面谈到的这种关爱 它是比较基础的 就是在他的原因上 它是比较单纯比较基础的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的 他说这种诡划 是他人的 还有这种诡划 他在这种诡划 就是要做基础的 他说这种诡划 他在这种诡划 就是要做基础的 他说这种诡划 他说这种诡划 是他人的诡划 全被 Sundays哀咬, If they see somebody, if they see somebody, they see somebody, who knows they will, They will see, if they see them, if they see them, if they see them, they are not. 他们说 在这边的领导人 会在神祂宣教的中间 宣教的这样一个字录像 来自身的字录像 说话 大外面的字录像 但它会在这边的手里 把右边是车的 所以 是车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你可以称他为佛教吧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从人 从一个生命 从根本上来讲的这种 悲心升起的原因 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从一个基础面上 或者说我们大家 所有生命 共同的一个基础上来看的 而升起的 这个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都想要离苦得乐 任何生命都是有这样一个 共同的基础 而我们先从自己来想起的话 我自己 我们会想要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同样也在看看 放眼周围的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也都跟我们一样 想要离开痛苦跟得到快乐 那么 所以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应该要去 关爱其他生命的这个原因 那有时候想一想 就好像我们 为了要避免痛苦 你总是会在一种恐惧当中 我不要遭受很多痛苦 还有有些人是缺乏关爱 或者害怕他失去一些关爱 失去这种感情等等 那也活在这样的一种担忧当中 同样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其他所有生命 也都在遭受着这样子的一种痛苦 那所以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 我们说谈到悲心生起的一个 我们所有生命共同想要离苦得乐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生起悲心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都会是不异竞,但一路 我们人们是真正在订阅 我们得以为它们 不能静下的流动 我们能跟上 我们 αν这种识化 也不能静下的流动 这就是在这种识化 那我们能使用的这种识化 我们在这种识化 我们能不能静下的流动 我们在体验 ,他们会在闸瘫里面 和这样的状态 有很大的 那这个用的技术开时走着 也景坐到他的 像这样一点 那个自媳成赛年代以为世界他os hacer 太一点 如果用那种水素泛的 Histoire学 к船温馨的学祖师 实际上可以看美濟 进化 都是地上的沙合羽 Not say,卐指 under洊关系 就可以作为母学揚 太子 你只能擔心的照片距離 但是你不看到歷史,你使用 你不看他,你能放眼前 你不看到歷史,但你不看他 你不看他,你能跟著歷史上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我们会不会去羞耻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就像刚刚谈到的 从一个共同的基础 就是每一个生命 共同都想要离苦得乐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说 的确我们的这种关爱心 是要没有亲疏之分的 那么你会看到 你不会说这是我的敌人 所以我不要对他关爱心 因为他不想离苦得乐 或者说他没有苦乐的感受 你知道这句话就已经是不合理的 是不会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共同生命 都想要离苦得乐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是要可以说共同普遍大爱的心去对所有的生命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实际上也的确你会发现 有一些生命 有一些人 他跟你的关系就是比较不一样 比较紧密 可能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某一位使长 你会看到你对他的这种关爱之情 他比较深 他更加的一个紧密 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了 就是你会不会羞耻 有没有真正做到羞耻 不然一般的人会觉得 这是矛盾的 就是我又要有 又要有这样的无偏思 没有亲疏之分的大爱 然后但好像我又会 针对某些人有这种关爱之情 不会羞耻的人就会觉得 这个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但是对于一个你会观修的 会羞耻的人来讲 其实你会发觉 你这时候对于某些人的 特别的那种关爱之情 其实他有时候还会更帮助你 生起或者加深 对众生的普遍的关爱 大爱反而会更加的加深的 所以重点都在于说 会不会羞耻 但不会羞的人来讲 这两者就会觉得有一点矛盾 但是如果把欧子都说 你会觉得有一点矛盾 但是你会觉得 这种词物上还会 在中间那种词物上 那么就像是教会 那种词物上 然后用词物上 就像上词物上 就像上词物上 所以 我会认为 这种词物上 在上词物上 就是这个人出真爱的故事 而我们从专家中讲过的故事 这是所说的 Dunia 这就是我们的英文 我们的论人说 现在应该就是一种故事 这是我们的那个 ideal 那……大家都不同的。 如果有些人之間, 他們吃得口。 然後我們當初,他們會選擇。 他是什麼樣的? 这是在由于长氏的主义的方向 每次都要求到第一次的方向 我個人心裡的想法就說, 我 hago什麼, 我買著自家。 我會說話就好像我是一生。 我會說, 在我身邊的給我。 我會說, 我會說, 所有别人都未经理他们的状态 我不得给我们一个弟子 这开玩笑 我不是说 incorrect сылочка清洁 不离间 我不能那么说 不少女生的女孩在书中 她在书中出 suspended过去 和我们一起的时候 请不过去 你们就叫之导人 tak不错了 各位还要留ala 您面前放毒 出杯 стала 快身这种 她们 Consider 中国的人 在家中呐出了很多事啊在家中 在家中中一定要担心 所以不过来,都不过去 在家中才有很多事情 不过在家中就能看好 更好要来 没有人可以帮来 也不过去 没有人可以 自然就有信心 不到何回復 管不回復 不回復 只是其他的 彼此使准备 追求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们的我们叫大悲释迦教主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佛陀来讲 那一方面我们一谈到释迦牟尼佛 这个佛陀的时候 你就想到哇 他一定是一 他大概没有什么这个 过去什么感情的故事 love story 没有太多这些这种故事 那然后讲到佛陀 他大概就是一辈子都是专修禅修 然后心如止水 完全没有任何这种故事的 但其实你发现不是这样的 因为呢在佛经当中 其实都有记载 其实因为生生世世 过去生当中等等 佛陀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些 可以说爱情故事吧 love story是有的 就像在佛经里面也有记载 就是在佛陀成佛的那一生 我们叫做最后游记 就是他轮回的最后一生 要成佛的这一生当中 我们说经典说 本身传 他的佛陀本身传 里面就有提到呢 他有 记载有的说是有两个太太 但一般来说是只有一位 这个太太的 而经典里面就有提到说 他这一位太太 跟他的这个因缘 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佛经里面甚至提到说 他们甚至是 生生世世 大概有几万年 几亿年吧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 可能是一种愿力吧 就是他的太太都发愿说 他要长随这个佛的 可以说是夫妻 长随在他身边 那其实透过佛的这个故事 也在告诉我们 他也是人 我们很多时候 也就会生命中 会有一些 跟你因缘特别深的人 就是都会这样子的 就好像从佛法角度来说 我们祈愿文里面 不是也有祈愿说 你发愿生生世世 不离某位上师吗 或者不离根本上师等等 或者你看像观音菩萨好了 观音菩萨 他曾经也发了愿 他说只要他成佛的时候 这个他就跟阿弥陀佛 是永远不离的 所以阿弥陀佛会成为 他的这个顶言 就是他不离 他的上师 他不离这个阿弥陀佛 是一样的 所以讲回到 刚刚提到的 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说 我们一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的悲心 我刚刚说观爱之情 这样的心是要平等的 是要广大的 是无偏思的 对待一切的众生 但是同样 每个人自己一生当中 还是会有一些 特别跟你有这个 深厚业缘的一些人 所以这里就是 羞耻的关键在这里 就是你要能够 不相违背的 能够两者都圆融的做到 但是这些伤心 但是这些伤心 就能够不可不了 每一家小孩都在家 但是在家中,哇, 那些醫生都在做的。 那你又能太 traum和做到的。 那是, 你只是找到 你不知道, 你alnız抱到你的了 。 你去吧。 成果 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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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d and should be all the things they are totally 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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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people of us 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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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然说起来容易 要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圆融 但是它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 你真的需要更多家的去文思 去学习什么叫做这样的一种 悲心或者是关爱之情 而且你要真的试着去实践去做到 不然其实口头上会说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一般世间上 一般我们说都自然都有亲疏之分 甚至你只要一谈到很强烈的亲疏之分 所以甚至提到说 要关爱你的亲人的那个当下 你投入这样的感情的时候 其实你很自然就升起了 要去仇视那些敌人 或者说仇视非亲人的那些人 这是很自然会一种状态 所以的确要做到这样的圆融 它是不容易的 但是还是要改变 我们还是要透过文思 甚至修持去学习 不然的话 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爱 它只会造成你更多的痛苦 但是我们都会转发 当 есть person 当现在 job 结员 告诉我们 是 love and compassion 就是就是 その指と 郭德 喊 depart 이나 JO 又 世界 国 我们等... 如何得到明 amend că 已经有一点 created, 很容易地執icare, 保管学在寺院, 一种有两种神强、东南无是一个女人。 这种孩子和藝人有一个教育伤害, 他们的父母跟宝贝与贵贵。 也有了äus 我认为生意快乐 所以刚刚这一段呢 算是这个解释过了这个love的部分 也就是这里说所谓的慈心也好 或者说这里的爱 关爱之心 接下来要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悲心 谈到这个悲心的时候呢 它就不只是一种怜悯 或者说就是一种同情 好像我知道你的状况 然后升起怜悯跟同情之心并不是的 真正的一种悲心呢 它是指说其实你真实的体会到 被你升起悲心的对象 还有你自己两者是没有差别的 这是什么意思 譬如说当你见到这样一个对境的时候 你一升起悲心的那个当下 其实你就已经成为了对方 你就已经全身心的 你能够感受到他的困难 他的痛苦 你可以说你是完全的 直接的感受到对方的一个 身心的一个状态 所以比起这个第一个讲到的 love或者说慈心 关爱之心 悲心它需要你更多的一种投入 相对它的力量也更加的强大 总之它需要你更多的投入 它更全面 它也更直接 这些人在后面 这些人说 这些人在这些人 你身边就会 在你身边 你身边的 在这里 你身边的 你身边的 就像那些人 在这里 你身边有关系的 你身边的 可透嫩到很多人所做的 competing合致的 其中一致遵循酸 在临头时 我们以后要砸unto那些转让我们过天和夜 supports 分配用 contact 在神 ng的人上 只要在神 한人之间 根本不能用尊在寺 上面那种又要驻 能用尊尊的 人和阿Ye 这样寺乡 他也会使脱缔 Raum 那麽可以分输,如果有些卵,就会因此作证, 要把自己的作品不能存在, 以作品来讲, 以作品来讲, 那我们这些都是在家里的建议 在家里里的建议 一点的建议 我们现在开始建议 那我们会有很多的建议 在找的找的。 我和你家在做的。 你始終的。 要求你一切。 你不想要想。 你不要想要想。 你不是想要想。 你不想要想。 你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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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は一番小松的事物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是一样的事物 但在底润有这么多重点,有很多重点 diss顾有种重点用的方式 放箱里在这里 放箱里在上面 放箱里又不会汲换 放箱里更入口 很好的口感 在前面或中的採用來 使用這些採用到採用 所以在這方面 使用上採用 採用 在這方面 採用上採用的採用 採用採用 採用相隔 在這方面 採用 採用 採用一個採用 採用 在這方面 採用去採用 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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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许多的这些菩萨们或者说祖师们 他们都做这种悲心的一种观修 那很重要的一点可以看到他们的故事里面 这种悲心的观修它已经超越了这种自他了 它已经没有这种我在这里 他在那里的这样的二元的一种相对的对立的关系是没有 他们完全成为是一体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大悲心的一种力量 所以这样的过去一个菩萨也好 这些观修悲心的大师们也好 他不仅仅是能够在心理层面上感受到对方的痛苦 他甚至在身体上 他还可以领受那样一个痛苦的生命 他的痛苦他能够承担过来 所以各位应该听过像噶当派里面许多善知识的一些故事 或者他们有修持叫自他交换 这样的一些修持方法 举例来说 在过去有一位噶当派的这个善知识大师 他在法座上正在讲法的时候 那他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所以在村子他可以看到外面呢 村子里面刚好有一只狗跑过去 结果那只狗呢就被可能村民吧 就丢了石头 就刚好打到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大师 他坐在法座上的时候 他也这样子痛了 他也按住他的那里 然后也感受到很痛 他不是在演戏哦 你知道不一定不是装着好像感受到什么 或者也不是我们说唱歌会要对嘴哦 演唱会 他也不是你知道 他不是在假装在演戏 因为后来呢 就真的看到那只狗的那个伤口 在大师的身上也同样出现那个印子吧 狗是没问题 狗没印子 大师有 就是那个狗后来没有太伤力 反而是大师自己身上留下了那样一个被石头丢到的 砸到的那样一个伤口 所以知道他不是装的 那还有过去在这个扎西伦布寺里面 也是有一位很出名的大师 但记不起他的名字 曾经有一度呢 他那个村子里面也是在流行这个瘟疫 那那一段时间 这个大师他就算没出去 但他自己也能够也因此而感得这样的病痛了 所以可以看到过去这些大师在修这样的一个观修悲心的时候 他不是就是心理层面上的感受对方的痛苦 而是真的他悲心不断的去练习之后力量会越来越大 这种悲心的修持力量越来越大 甚至自己的生理上身体上也一部分能够承担对方的这种痛苦 所以讲回来都是说这个悲心他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 那所以悲心的观修是自他是一体的 这很重要 不然一般人我们现在一想到悲心就是啊 他好可怜 他比我差 那我很好 我比他好